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源 刚刚我们在现场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互动 然后也是第一次跟大家来揭晓我们这次帅的 新包装 新包装 带人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那突然好像 大家其实看到就是我们新包装上 非常的漂亮,有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元素 是的 那我们外面漂亮,我们里面当然要更好了 可以有效抵御蓝光,然后可以让皮肤保持很好的状态 对的,很满满的中国元素,但是又很时尚很现代 然后加上我们Fresh这个非常经典的王牌精华 烘茶酱,我们叫做精华液 所以也是给大家一个夏天就是焕然一新,Fresh的感觉 那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是在成都举办 小源真的对成都好了解 刚在台上救了我一命 我把那个地址少说了一个字,对不对 宽窄巷子的宽一号圆 宽巷子一号圆 对,在这个现场会有我们的快闪电 讲讲自己对成都的印象,好吧 我其实想说来成都来过几次都有点数不清了 我更来过很多次,当然 因为我住重庆,离成都近嘛 所以也会经常 回来玩啊 所以对成都印象就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时尚,非常现代化的成都 而且很年轻成都 到处都是活力的感觉 这次讲到成都,其实我也想聊聊这个关于夏天 因为小源的新专辑叫夏夜了 你对于成都,包括自己家乡 对夏天的回忆是什么样? 会想到哪些联想? 夏天可能就是晒着太阳,吃着西吧 然后我跟朋友说是风跑打闹 也确实感觉,就像回到小时候就很野的那种感觉 很野 所以这专辑叫夏夜的是怎么来的灵感? 就是首先是专辑的四部分 每个两首歌 然后分成四个部分 把对应了夏天的四个阶段 初夏 初夏看流星 对初夏看流星 然后后面好像是年夏还是种种夏的 不同夏天的阶段 对对对对 然后种夏就是要封起来 要封人公园 封人公园,这个真的很野 今天手刚刚热腾腾的mb 后面还有一个好像是圣夏 圣夏会有一些体现 今天才发新歌的透露 非常好 甜甜的歌 哇,还有甜甜的歌 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两首新歌 特别是这个丰人公园 和之前的亡人非常不一样 这张真的是做了很多尝试的 真的是可以把期待是拉满的 拉满 你自己录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的过瘾 像这样很萨帅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次mb会非常花心思 现在大家都说音乐挺难做的 很少艺人会那么认真的拍mb 小圆的mb还是大制作 自己还有很多表演的成分在 听说拍起来也很辛苦 对,是,这张三集做起来 其实真的挺辛苦的 因为从年初就差不多开始筹备到现在才慢慢 陆续的 歌还没录完 就是确实是很辛苦 但是真的很开心 因为一想到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能够被大家喜欢 包括自己能够喜欢 也是很开心的事 包括今天其实就是专辑 提外话 来成都参加咱们的发布会 其实包括在之前拍宣传片的时候 也受到了很多启发 因为咱们的这一瓶 红下酱母教育精华艺的新包装 融合了五行元素 其实这也跟我当时出国学音乐的初衷是不谋而合的 我是想用最先进的最流行的技术 然后继续来融合上咱们中国最传统的文化 把它打造成真正属于王源的,属于中国的POP 而且这次专辑我看有介绍他的整个 包括小元做了很多的尝试 词曲,编曲制作,还有和声的编写 太全能了 是不是跟乐队有一个新的创作模式叫Live Band 是大家边玩边写歌吗? 对,有几首是用Live Band的形式 就是跟乐队一起他们弹,然后我来唱 然后唱的话就一直 所以整个专辑非常多演化 大家可以一起期待这一整个夏天的陪伴 太好了 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红茶酱姆教学精华 刚刚我们一直在说 能不能请小元给我们打开感受一下它的质地 是什么样的 当然,我们来打开一瓶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典配方 我坐在我手上,我给大家看一下 一点点就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上手的感觉是什么样 那现在我手上 小元的声音可以吗? 小元的麦克风 哦,我们调一下,没关系 来 喂,喂,喂 所以我们刚刚讲,大家都听不到小元的声音 哈哈哈 没关系,我们调一下麦克风 对,没有声音吗? 对,没有声音 大家稍等一下哦 我们给小元的麦克风调一下 开着吗? 开着对吧 那可能是 大家能听清楚吗? 现在有声音吗? 小元辛苦吧,我们再试一下 对,一二三 喂,喂,喂 能听到吗? 喂 喂,喂,喂 一二三 能听到小元的声音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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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好,你看 刚才是一个小插曲 小小的插曲,但不重要 因为在重磅大事来临之前 一定是要有一点等待的时间 没错,说得太对了 对,那好 那下面我就再来一次吧 哈哈哈 已经快速吸收了,对不对? 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要再来一次? 对,这一次我就给大家在我的手上 现场的试一下我们的 Fresh王牌产品 红茶酵母酵脆精华液 对,首先大家看我就涂了 然后涂抹了一下 现在我的手上已经是完全没有了 非常轻薄 已经完全吸收进去了 好吸收 对对对 很吸收 哥,你不然你也吸收 我来来来 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而且我好喜欢这个天然的味道 非常好温 对不对 快速吸收的这个 而且适合刚刚我们讲到 很多年轻人现在爱上网 有一些蓝光的侵害 包括有很多辐射 所以大家就可以来用我们的 红茶酵母酵水精华 帮大家硬和抵御蓝光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我突然想到现在网上有一个很热的梗 特别适合我们的 红茶酵母酵水精华 小元,你知道吗? 你先拿着一下 你知道吗? 是吗? 你懂我 我懂你 小元,你看这个好好用 这是什么? 这是 Fresh的红茶酵脆酵母精华液 哦 红茶酵母酵脆酵母精华液 拿来吧你 你怎么那么棒啊 但我也没搞懂 这梗什么意思 但是突然 我也没搞懂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锐过 没有锐过 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对对对 这真的不是盖子 亲弟弟 这个就是拿来吧你 我好像研究了一下 意思就是说 什么东西如果你很想要 很喜欢 你很羡慕朋友 你就会直接跟他表达 表达你的意愿 就 拿来吧你 就有这种想法 就比如说我在看 哎,小元在看新歌MV 我就说 拿来吧你 我也要看一下 对对对对 是的 很直接的一个表达 所以大家想要的话 拿来吧你 一定要去拿 然后这次不仅可以拿 我们还可以去逛 去逛 在我们的Fresh快闪店 你去逛过了没有 我已经逛过了 什么样的体验 哇真的好漂亮 就是就像我们这一次平生一样 传统文化和现代潮流相结合 一个完美的契合 我觉得大家也完全可以去逛一逛 对对对 而且很适合大家爱拍照 对对对对 拍照也非常好看 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次弟子 说一次地址 这一次Fresh快闪店 就在成都地标建筑宽窄巷子的宽一号院 真的太好逛了 也适合大家拍照打卡 赶快去逛吧 对去拍我们小元同款照 然后在10月31号之前 大家来成都都可以看到 期待大家的照片 到时候要APP我们小元 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在现场 玩了几个金木水火土的游戏 我们现在在第二现场 要继续玩两个 好的 我们现在来玩第一个叫做 原因重现 这个好玩了 我会现场给你放几段音乐 但是它是倒放的 你来猜猜这是什么音乐 好吧 第一个我们来猜一下 是把音量开到对待 准备好了吗 大家可以一起猜 大家可以一起猜啊 这是今天发的风人公园吗 这你都能猜出来 对因为有一个听到一个 有一个led那个音 对对有一点点 是吗 我假装听懂了那个词 我也没听懂 我们来听一下正方是什么啊 对 对 let 单词 给我们唱一下呗 let it go let it go yeah let you know let you know yeah 而且我今天在现场听小元唱歌 现在唱歌真的越来越稳了 对对 就是 不要不不好意思 对就是练嘛练嘛 对吧 就在录音棚里不断的练习 一直在磨 对然后包括自己去参加一些活动 比如说宝藏歌手 对宝藏歌手没有 最近参加一个活动天天都住在酒店里 对然后就每天都拿着东西自己在练 当自己练习 真的非常棒 我们再来猜下一个好不好 好 看来应该难不倒你 好 这么短 这个我能听出来 这是 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为什么哪个地方听出来的 我是从他那个调音的那个 因为当时我们有故意调一个细节 就是 可能大家听的声音是 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但其实我们当时调声音的时候 调的比例是 流星也为你落下来 但是我听他这个波形 就那个曲线能听出来 刚刚唱的好好听 真的是不是 真的随便一唱都那么好听 那我们来听听正放的感觉 对 这当时一个一个调的 有一个起伏 就好像真的流星落下来了 我现在已经不听这个了 我耳朵已经听起简了 已经听太多遍了 特别是制作人要反复反复 对对对 周细节 那我们最后一个来看看 道放是什么音乐 啊 这真的不行 再来一遍 但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 是说了一句话 最后一遍 感觉是成都话 真的 我们听一遍正放 好吧 竟然有网人也猜不出来 这个真的听不出来 无巨蓝光 正面刚 哎 品牌是不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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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了 无巨蓝光 正面刚 无巨蓝光 正面刚 刚刚道放听得好像一个成都话 哈哈哈 这个是我的失误 好吧 我罚三遍 无巨蓝光 正面刚 无巨蓝光 正面刚 无巨蓝光 正面刚 就用红茶酵母酵脆精华液 耶 这是我失误 罚三遍 这不是失误 这是福利啊 太棒了 谢谢圆圆 真的 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 那我们来接下来的第二个挑战 要玩一个 这个不用那么累了 耳朵可以休息一下 好 眼睛来工作一下 叫原来是你 我们准备了几个不同的局部画面 特写 然后你来猜猜这个画面是什么 第一个送分题 这个 康元肯定都知道 这个太简单了 可不然这个题抛给你吧 抛给我吗 那我假装 哎呀 这个是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小元的新专辑 下野了的专辑封面的一个特写 一个踩下的地方 这个封面 我们有那个完整的吗 没有 大家都看过 大家都看过 这个封面当时是一个无心的抓拍的 还是就想好要这么拍的 就是一直在拍 然后从里面选的一张 没有 也不是特定的 很有氛围 不是特定的动作 嗯 就是一个巧合 完美的巧合 第一个答对了 第二个 应该也不难 哇 这个也太明显了 这个蓝色的线条 当然这是我们中国限量 中国涂鸦限量 红茶酵母酵醉精华液了 是的 回答正确 这就是 这都是送分题 对送分题 接下来这个 稍微有点点 这是一个字 这是一个 野字 野字 对 这都太简单了 我们有没有难的 太简单了 下野来的野 一种很肆意的生活态 对 也是小元专辑的名字之一 哦 这个难了 哇 这个难了 这是什么 这个 哈哈 我们先看看下一张吧 这一张让我思考一下 真的吗 好 先看下一个 有远哥要休息一下 是 这个 我觉得 应该是我们 Fresh成都快闪电 因为 有看到有 我们蓝色的元素 还有我们中国传统的 石狮子 石狮子 回答正确吗 答对了 这就是我们 Fresh快闪电的一个角落 对对对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弹幕 能帮一下我们元哥的 这我是真不知道 真不晓得呀 真的不晓得呀 灯光老师也在猜 这个真的不知道 猜得出来吗 你们都猜不出来啊 这个这么难啊 你要不要蒙一下 这是一幅画吗 油画 油画 艺术品 可能是张博老师的另外一个画作 这个真的猜不出来 我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这个正确答应是火锅滴辽 啊 不是火锅调料 对吧 油碟 是一个油碟 这么看看出来 你能看就是哪些配料 来元哥 芝麻 西菜 油 辣椒 这么看有点吓人 对对对 你平时调的调料是怎么调的 我就是香油和蒜泥 就可以了 香油和蒜泥 元哥同款 挑战成功 厉害了 我们刚刚五个 猜对了四个 那最后还有一个经典的游戏环节 要跟元哥来玩的 快问快答 好吧 准备好了吗 好 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请问 脱发和变胖更愿意接受哪个 哎呀我太想变胖了 球球给我神仙让我变胖一点吧 凡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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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也因为专辑筹备的关系更加劳累 没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真不是凡尔赛 就是我 因为跟工作人员跟团队一起吃饭 我的饭量还真不小 我的饭量就是 干饭 有时候比他们都还多 但是呢我就是比较瘦 然后我去检查身体 人家那个老师说 哇你身体太好了 棒棒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就是吃不胖 没有办法 好的 羡慕 完全不会担心变胖 所以变胖无所谓 期待变胖了 第二个问题 请问 最近买过最实用的东西 分享三个好不好 多多实用东西好 买过最实用的东西 泡泡机 哎呀 这个要说 要说到实用东西呢 不得不又凡尔赛一下 什么 不好意思 最实用的当然是我们 fresh 红茶酵母酵脆精华液 那这是中国涂鸦限量版 但是为什么说凡尔赛呢 因为我不用买 对 因为他们送了 我就不用买 这凡尔赛了 因为杨哥地址给你 杨哥也送一个 谢谢 我也可以凡尔赛一下 凡尔赛 但是在自己出差的时候 都蛮好用的 像噪耳机 而且用噪耳机 来听王源的新专制的音乐 就更好了 对 安静一下 还有啥 还有 再推荐一个大家睡觉东西 就是 这个也不说实用嘛 就是大家可以多去试试枕头 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的 因为枕头真的跟睡眠质量非常稀奇相关 所以祝大家早日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枕头 祝大家 你找到了吗 我找到了 你喜欢高一点的还是 我是矮一点的 你喜欢矮一点的 祝大家有美美的睡眠 美美的睡眠很重要 谢谢 再来一题 请问 吃火锅一定要点的三个食材 毛肚 鸭肠和 毛肚鸭肠 和牛肉卷 哇 口水要下来了 对 今天会有机会去品尝一下成都的火锅 今天吃一下 一定要去尝一下 再来一个问题 请问新专辑录制最难的一首歌 最难的一首歌 应该算是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 因为它是one take 对 但是 其实说难也不难 因为 我当时预估的时候 我留了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 从下午2点留到了晚上2点 我说可能会要录那么久 因为得一遍原始 不能有中间有卡断 哪一遍好哪一遍就OK 这种那条 但是最后录到第 就是总共唱第四遍的时候 又选出比较好了 我就很快就下班了 哇 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one take 意思就是中间不咔不剪 对 就是一遍过 对 录出来什么样 哇 大家期待一下 这个已经给大家上线了 第一篇篇章里面就有 再来一个问题 请问最近 吃哪部电影搅出了类点 哦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歌词 对不对 这是 好妙啊 这是歌词 我想是挺妙 最近看什么电影 会让你落泪的用吗 呃 推荐大家去看1921 感受一下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程 嗯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哈 里面还有原哥的身影啊 对 最后一个问题了 希望新专辑 如果上热搜的话 你希望词条是什么 哇 这个好难啊 夏野了后面跟着什么 或者王源后面跟着什么 嗯 夏野了 YYDS 夏野了 YYDS 谢谢 哇 太棒了 大家多多支持夏野了 然后也要夏天一定要支持 是我们Fresh的王牌精华 对 红茶酵母酵脆精华液 谢谢小元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在成都又跟我们小元见面 嗯 然后希望接下来专辑 还有很多录制的工作 对对对 然后继续加油 对 然后给大家带好好的作品 很快就来了 很快都来了 一起期待这个夏天一定是属于王源和你的 谢谢 我们一起待会要去继续给大家时间 去这个Fresh快场店打卡 打卡了 对一起去拍照 谢谢大家 谢谢王源 拜拜 拜拜 谢谢 欢迎小元 又见面了 金木水火土吉奇了 来 我们请小元跟大家先问个好 那既然杨阳哥说我名字里带水 我就用圆圆给大家造个句吧 大家好 我是元气满满灵感圆圆不断的王源 很棒 笑 作为我们品牌代言人 圆圆这次 来到成都 刚刚已经上场的音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可能已经被圆圆的这个外表所吸引住了 我们把音乐再放一遍好不好 3 2 1 认真听哦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首歌 这是我们今天7月12号 Fresh 刚刚发布 最新鲜发布的王源的新的音乐作品 秦晓媛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对对 这首歌是今天上午10点钟发的 所以现在还热乎着呢 太热乎了 也很开心能够在Fresh的现场听到这首歌 因为它也是真的很Fresh 很Fresh的一首歌 没错 小元最近发了新的专辑 下野了 然后分成不同的篇章 对对 这是第二篇章的新歌 对 歌名叫做 叫做《疯人公园》 哇 就是很适合我们夏天的感觉 要出去野 要去疯狂 对对对 《疯人公园》 其实这次的专辑 我们先聊聊这个音乐的部分 因为大家知道 小元一直在原创音乐人这条道路上 不断的努力 就像我们Fresh一样 很认真的去打磨作品 这个专辑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词曲制作乃至编曲 合声编曲都是小元参与的 对对对 因为一年一年在成长 一年一年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就会更多的参与到自己的作品里面 会有更多的想法去实现它 感觉是不是很过瘾 自己做那么多的内容的部分 对很开心很过瘾 但是挺累的 挺累的 要操心很多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 风人公园这首歌的MV 也已经在线上发布了 大家 待会儿可以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这支MV 超帅的 就你听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被 不知道是该认真听歌 还是看那个炫目的画面 那个MV拍摄的时候 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还有跳舞我看到 对MV就是那天时间很紧急 所以拍了大概快二十个小时吧 就是拍了二十个小时 对因为最近时间比较紧 所以就赶快就是紧赶慢赶的拍完了 有很多朋友期待那个舞蹈部分的直拍 你知道吗 大家说好久没看到有人跳舞了 但我也就学了一段 学了一段 有机会给大家来现场 有机会一定一定 演绎一下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快场店的发布 有一个特别棒的元素 就是我们的中国元素 金木水河土 也想问问圆圆自己对于中国元素 包括流行音乐的结合是怎么理解的 这个说起来就大了 因为我觉得中国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里面 由人们的生活艺术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一些积累和沉淀的精粹 所以说我说这个事情蛮大 但是我觉得今天 当我早上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 对不对好好看 瞬间我就知道了 中国元素该怎么样用艺术的形式把它给表现出来 对 包括在以后自己的音乐作品和其他作品当中 也会尝试比如说运用一些中国乐器 或者是中国元素的一些采样来融合进来 加进来 让我们这个中国的流行音乐也可以去拥抱世界 对对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Fresh 刚刚你说到这个中国的精粹 就像我们的红茶酵母酵脆精华一样 它特别的天然 然后同时它也和现代的我们这个涂鸦艺术啊 包括中国的历史做结合 所以真的值得大家去来去现场 特别是去快闪店打开 但是我就是觉得哇就是百文不如一见 一听到解释之后觉得怎么可以融合的这么好 把涂鸦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Fresh的王牌产品红茶 酵母酵脆精华液融合在一起 没有想到可以是这么完美的融合 太棒了 我们也期待下次小元的这个音乐上面可以有比如说五行的元素啊 或者是一些封面设计上啊 对对对我努力努力 做一些结合啊 大家也可以来继续关注 因为这次的小元的专辑下野了 就好像拆盲盒一样 对对对 分不同的时间段慢慢的发布新的作品 是的是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大家一起来拭目以待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有关金木水火土的游戏 要跟小元来玩一下 好呀好呀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总共有不同的牌 代表里面是金木水火土的挑战 我们要请小元来喊停 我们抽到哪个就开启哪个挑战 好吧好的三二一停 好第一个挑战是跟水有关 作为互联网的冲浪选手 跟水有关 请问小元对于网络缩写热词之多少 就有很多大家在网上打字的时候为图方便 就打那个字母拼音缩写 要来考验一下 大家都已经开始抢答了 我们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们王源厉害 第一个YYDS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知道永远的神 Stella也知道 永远的神快速抢答 对 大家觉得这个答案正确吗 永远的神 都点头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 YYDS 永远的神 其实也可以理解成圆圆大神 也可以 也是YYDS 圆圆大神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缩写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这个我也知道 叫懂得都懂 你几季冲浪 你怎么那么厉害 平时是15季还是 对对对 经常冲浪 懂得都懂 大家都乐了 懂得都懂 非常简单 再来下一题 这个 正确答案 懂得都懂 再来看第三个 我们的缩写是什么 NSDD NSDD 是什么 N S 我想想 这个音 你是弟弟 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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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正确答案 是不是对的 哦 你是对的 是你是对的吗 你说的对 现场你看 70后80后一脸茫然 我也有点茫然 90后00后就在点头 就是他 怎么会不知道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我们看第四个 有点难度了 KBC 这个有难度 全场一下就安静下来了 好的 记好了 记好了 KBC呢是 昆 我不知道 应该是这样 昆布茶 对 Fresh 红茶酱母酵醉精华液的缩写 耶 掌声鼓励一下 网络热词 印在脑子里 印在脑子里 我们再教大家一遍 KBC是什么 昆布茶 我们的Fresh的王牌精华 红茶酱母酵醉精华液 这个真的要记住了 这个代言人真的 果然 全场刚刚你是反应最快的 回答正确了 大家记住了 来 最后一个 G K D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不是经常有粉丝在你的微博上面留言 GKD 因为我经常给别人发微信 我搞快点 搞快点 搞快点的意思 哦 搞快点 你看我们现场的观众都学到了 是不是 待会记得交下学费 每个人五块钱 搞快点的意思 搞快点 圆圆 大家可以继续学到这些新的网络词语 那我们来考验一下圆圆 你能不能把这些词 选几个造个句 比如说我们 KBC 和DDDD 之类的 造个 造个句子 想想 用这个00后的方式 好 那我就 哥你给我出题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我就造个句 我用KBC 好 DDDD 和YYDS 来造个句吧 哎呦 三个词啊 来听一下 先起一个范儿 朋友们 朋友们 等你一个 等我 我用四个词来造个句 哇 再加一个 好 朋友们 朋友们 GDK GDK 赶快用了KBC 赶快用了KBC 你就知道什么是YYDS 好了 我下面说的DDDD 小元 NSDD 你是对的 对对对 掌声鼓励一下 哇 而且前面还是押韵的 像是一个rap 朋友们 朋友们 GD GKD GKD KBC KBC 搞快点 快点来使用我们的KBC 对对对 现场我们学了一下 年轻人的网络词汇 借着这个 金木水火土的一个挑战 对对对 那继续了好不好 好 好 厉害我们圆哥厉害 来看看下一个挑战是哪个 也同时圆圆来喊停 好 三二一停 金 看看金是什么 哦 跟音乐有关 音乐创作理念 这确实是一个创作人的一个金字招牌 会创作 请问圆圆未来想尝试的方向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 其实今天我也是蛮受启发的 因为正好说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就是当时出国学习 也就是因为想把最新的音乐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 所以在之后下一张或者是之后单曲很快就会有融合在一起的歌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哇 大家一起来期待下野了后面的篇章 包括之后圆圆更多的作品 对对对 那我们再玩一个挑战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 再请大屏幕滚动一下 3 2 1 停 停 火 火 身为品牌最火的代言人王源 请问你会如何来安利Fresh中国涂鸦版的红茶酵母酵醺精华液 好 那这个我就得正经一点了 因为首先我们能看到这一次Fresh中国涂鸦版红茶酵母酵醺精华液的瓶身 对对它来了 瓶身融合了金木水火土的元素 非常的酷 非常的现代 也非常的有艺术感设计感 那我们说完了它的外面来说里面 里面可就大有玄机了 Fresh红茶酵母酵醺精华液呢 有非常厉害的抵抗蓝光的功能 那像我们平时大家每天看手机看电脑都会受到蓝光的侵害 那用了它就可以完全有效地抵御蓝光 让肌肤水水嫩嫩漂漂亮亮 哇 太棒了 有效地抵御蓝光 叫硬核抵抗蓝光 这确实是我们的红茶酵母酵醺精华液王牌产品的王牌功效 王牌功效 而且就像斯大雅说的尤其是和当下的年轻的这些爱玩手机啊 爱看电脑的朋友们 爱电子产品 对 让大家的肌肤保持一个很好的天然的状态 再次谢谢王源刚刚完成了我们的三个挑战 还有两个金木水火土挑战 一会儿我们会在发布会结束之后到第二现场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 谢谢小源 好的 小心鼓励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我们发布仪式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们先请工作人为我们来上道具 同时小源可以移步到这边一点 谢谢 同时我们为大家掌声欢迎我们今天重要的来宾 LVMH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Andrew 吴先生 欢迎吴总来到舞台上 欢迎Fresh弗雷斯中国区品牌总经理 Stella夜女士 欢迎Stella 欢迎我们的涂鸦艺术家Edison 张 张博先生 以及我们王府锦集团总裁上喜平先生 以及王府锦集团副总裁胡勇先生 欢迎欢迎所有来宾的光临 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台上的六位嘉宾一起把你的手放到我们的启动装置前 辛苦一下 我们可以侧身一下 一起为我们的启动装置助力 然后我们全场一起倒数 OK 帅气 我们一起倒数三秒 我们来迎接我们Fresh快闪电的开幕 以及我们中国涂鸦限量版红茶酱母教区精华液的重磅上市 3 2 1 Yay 掌声鼓励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的加持 接下来我们将带来中国涂鸦限量版的红茶酱母教区精华液 来自我们的Fresh富雷师 谢谢来宾们的支持 请六位刘布我们一起合影留念看向前方 一起看向前方 我们一起比个赞好不好 辛苦各位一起为我们的中国文化和我们Fresh的结合一起点赞 希望让全世界都拥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 谢谢各位 再次谢谢我们的来宾今天的光临 请落座休息一下 小元先留步 哇塞 这个近距离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版本 麦克风帮小元再递一下 谢谢 特别震撼 这个特别是近距离看我们的这个张伯的设计 更加的具体和立体化 对对对对 评价一下好不好小元 就是很震撼 就是有我们祥云的图腾还有五行文化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我们成都的宽窄巷子一号院去到我们Fresh的快闪店去打卡 然后去拍照 对宽窄巷子宽一号院 宽一号院 对对对 还是我们代言人专业 宽一号院确实是 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 小元能不能在我们发布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给我们来个福利 今天发新歌 能不能现场清唱一小段作为我们一个happy ending可以吗 想不想听掌声鼓励一下 唱哪一个 就唱刚才放那个 风人公园 心起酒 痛觉 音烟 城市点 也是 气氛雪 我们约在屋顶见面 我们去风人公园 忘了 好稳哦 对 新专辑大卖 大家一定今天现场的看直播 一定要去为我们小元支持一下 虽然我们不收费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多多点赞 多多视听 多多下载 就是对王元的最好的支持了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Fresh品牌代言人王元 然后再次提醒大家 记得去我们成都宽窄巷子宽一号院去现场打卡我们的快闪店 谢谢王元 谢谢 然后一会儿我们在第二现场直播见哈 好